哥哥们又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奉献给我最爱的老哥哥们 你看这一天的周公子的红颜知己小婷嫩 跟随一个剧组来到湖北省的浅江市 在这块有个景区 在这块准备取景拍戏 那你看当时浅江市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浅江大哥 萧军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萧军这边一直特别喜欢小婷嫩 也特别喜欢小婷嫩看的戏 这个时候他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了 直接跟自己手里的兄弟胡喜和胡伟 直接说了你们到那个景区去 然后跟小婷嫩说一下的 晚上咱们一起在酒店 我准备请他吃点饭 你看可以不 胡喜和胡斐这边一看大哥 那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对不对 大哥以您的身份请他吃点饭 那不是给他面子了吗 行了别废话赶紧去吧 就这么的 当时你看这一星人 直接就来到了这个剧组了 往这一来 这边这说你们找谁 我跟你说 我们是肖氏集团的 这一说是肖氏集团的 那也没人敢惹的 都知道老大肖作军的 那非常牛逼 手下的企业也非常多 包括红利大酒店 龙宫洗浴会所 还有黄秦叶娱乐城 那都是演技的 那边一看 那行 那个我们机场有点事 他也不敢拦着 直接就进去了 按照正常来说 拍戏那是不容易去你进的 但是没办法 你得分谁 趴往那波里约一进 当时剧组的 这工作人员的时候 你们找谁 我找下婷姐的这个经纪人 经纪人这边出来说 你看啊 我们呢是肖氏集团的 我们老板肖军呢 准备晚上啊 请婷小姐一起吃个饭 经纪人说啊 婷小姐就会下期之后啊 已经拍了两天的戏了 太累了 今天晚上准备要休息一天 因为啊 还有三天戏要拍呢 你他妈是干啥的你啊 啊 我跟婷小姐说话 有你说话的份吗 马上把婷婷过校来 这边你看账号赶上婷婷啊 就下来了 这边一看 哎修姐怎么了 旁边的就说了啊 那个你看呢 他晚上请你吃饭 老大呀 说是叫肖军 小婷婷这边一看 哦 这个对不起 我这两天啊 也不跟任何人吃饭 因为我这段时间的排戏 确实挺累的 今天晚上我早点休息了 回去之后啊 跟你们领导说呢 谢谢他的好意了 等以后有机会吧 这胡斐和胡喜一看拒绝了 回去之后啊 把这事情啊 就跟着这肖军说了 肖军这边一看 我操 连我那边的他都不敢不给 行 我要你拍 我看你还能拍不 这边拿起手机啊 把电话直接带给警局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经理 马峰了 马峰这边一接 哎你好哪位 我肖军 哎呀 哎呀军哥 这样 我听说某某剧组 正在你这个景区拍摄呢 是吧 在这拍戏呢 对啊 啊这样 从明天开始 不准他们进场拍戏 不是 军哥 这不太好吧 军哥 你看这剧组又怎么样 你不开心呢 再一个 我们这边都签了合同点 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你签不合同 或者是你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听说了 这个戏啊 必须在你这个景区拍摄 你就不能让他拍 听听不 如果说你要是敢让他们 在进场拍摄 要是让我知道了 以后你一个顾客都拉不着 放心啊 甚至你的景区都在黄 巴给电话挂了 这都是国家的东西 他都敢威胁 这边马峰也没办法 他也知道肖军的 在前面有多大的实力 对吧 哎 那某某节目啊 一线的 那都开始啊 报道了 专业报道 第二天 你看胖巴他们一进场 这边你马峰啊 就跟当时一个导演 直接说了 刚打完 不好意思 这个戏啊 不能拍了 当时导演这边 一看啥意思啊 你看我这么跟你讲吧 昨天晚上啊 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说不要你们拍戏 当时马导这边一听 为什么不让我拍戏啊 咱们是签了合同点 马导你也别为难我 谁让你们得罪肖军了 谁是肖军的 我都不认识他 马导那咋回事啊 昨天晚上啊 肖军给我打电话了 说不要你们在这拍戏 这个时候马导说 你给我联系一下他 行不行 随后啊 这边通过电话 就联系上了肖军了 肖军直接说了 马导演 你也太猖狂了 包括你剧组的演员 也太猖狂了 特别是那个主演 叫什么婷婷的啊 昨天晚上 我派了两个兄弟 去跟他啊 准备啊 晚上吃点饭 他都给拒绝了 别想拍了 当时这马导一看 原来是这个事啊 把这事情啊 就跟婷婷说了 婷婷说了 那就陪他吃个饭吧 也没心那么多 这边你看当时 马导跟小婷婷啊 还有几名工作人员呢 就跟肖军啊 在这块吃成饭了 吃饭吃了就多点 当时呢也是非常客气 肖军呢 跟马导也是相谈甚欢 对边到了九点来钟 这边你看这马导说了 小董啊 你看明天呢 我们还得拍戏呢 今天晚上就得回去了 要不明天休息不好啊 整个都不在状态啊 你们先回去吧 婷婷啊 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 这小婷婷这边 直立就站起来 马导这边一看 不是 小董 这什么意思啊 啥玩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跟你说了 婷婷今天不回去了 婷姐这边一看啊 小董 你看饭我已经陪你吃过了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今天晚上你留下来陪陪我 我可以呀 明天继续拍戏 要不然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走了就站门 明天你连场你都进不去 马导这边 要是其他的演员 他可能啊 就要留下陪了 但是婷婷他不敢 他知道婷婷的背后 是冰公子 那你看这件事情 他们呢就走了 小婷婷也顺利的离开了 但是呢 这边啊 可能拍不了戏了 他该怎么办呢 这边周公子 又该怎么对付这个萧军呢 据说将萧军的腿啊 都给打断了 老弟呢 下个故事给你讲述